近期 修律风波相关的案件陆续开审 然而 有法官在判词中对参与暴乱的被告大家赞赏 有部分暴乱分子被轻判甚至无罪释放 多名被批准保释的暴乱分子弃保前逃 种种现象让人恶然 进行司法改革的呼声已愈发强烈 近日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修讲座教授刘兆佳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司法问题由来已久 司法机关应该调整心态 明确自身在一国两制和限制秩序下的角色和功能 刘兆佳表示 回归前后 香港司法机关的表现大相径庭 令人错愕 回归前 司法机关的取态较为低调 亦对政府有足够尊重 回归之前 司法机关一般的取态比较低调 不会挑战英国政府的权力 也都不会带入太多的政策范畅 一般尊重政府制定政策和修行政策 这方面的权力和权威 但回归之后 司法机关的表现 取态和行为令到不少人非常错愕 就是觉得他们回归后的行为举止和回归前大相鉴定 回归之后 中央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对香港司法机关有足够信任 给予了香港司法机关更大的权力 包括将终审法院设立在香港 让香港获得终审权 在中央授权下 司法机关能够解释基本法大部分条文 这些条文涉及公共政策和政治体制等 但司法机关的表现令人错愕 例如你回归之前 司法机关很少去插手这个公共政策事情 但回归之后不同单 大量司法复合案件 就某程度上波动插手 公共政策制定 和公共政策都执行的波动 因此令到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遇到阻浪 最明的例子就是 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大 更挑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刘兆佳指言 香港的司法自视过高 未能正确理解一国两制 及基本法在全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第一 我觉得他们的部分人 不是很清楚一国两制的意义在哪里 特别一国两制背后的中央对港政策 和想达到什么目标 第二就是说有部分法官都觉得他 对内地的一个所谓司法机关 缺乏一种足够的尊重 甚至采取一种高的一种态度来对待人家 就是不觉得香港的法律水平 司法水平高于内地 人知研发出来什么呢 就是对中央的权力缺乏足够的尊重 对特区政府的权力就缺乏足够尊重 对此 刘兆佳表示 明确定位 清晰认识一国两制 及限制秩序 才是解决香港司法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去到尾就不是制度问题 而司法人要端正他自己的思想心态 强化对一国两制 中央对港政策 和对基本法认识才能 判斥一国两制 和令到一国两制所想达到的 保持香港范围稳定 和防止香港成为国家安全威胁 要明确清理 司法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关注 如果越来多人觉得司法机关 对某些暴乱分子过分中庸 那肯定对司法机关的功效是有害的 当司法机关面对越来越多人对他批评的时候 他都应该反攻自民 认真反省一下究竟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不复当的 就需要改革的